搭一飛機一定很悶,既悶的話又無聊,再玩一些無聊的遊戲 真的很無聊的遊戲 但是我貓斯有時候喜歡玩這些,因為它是Pixel Pixel Graphics,我貓斯很喜歡 這次好像叫綠色星球,但已經出到第二集 是屬於日本的放肢型遊戲 就是你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它自動自己就會建立一些數據 讓你可以做一些搜集元素 其實很多遊戲都是... 治癒系的遊戲都是屬於搜集元素 讓你個人比較充實 也有成功感 這遊戲我覺得比較沒那麼悶 因為你自己可以控制 它不會只是這樣按鈕或把他放在這裡 因為你是屬於開發星球的科學家 那你就要用大炮射爆運石 然後拿到裡面的元素 這樣就可以有些能量去綠化這個星球 綠色星球是綠化的星球 你每一個星球等於每一關 對每一個星球綠化的數據都不同 總共100% 但月後就越多數字才可以有1% 去到99的蛇就會飛去第二個星球 現在已經玩了第六關 飛去下一個星球回合 應該是綠化的 應該夠難度 好,燈夠100%的話 自然就不會過關也好 去第二個星球回合 因為我覺得這個遊戲是悶了悶了 你去到第一個星球又要做同一件事 既然環保 所以一定要打包 撿走之前留下的東西 連那些開發的工具都要撿走 OK啦 很開心 稍等一下 我會給正評理的方式 然後又去到第二個星球 其實那個收集元素 就是每到各一個星球 我玩了六版都不齊 但99元是差一樣的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物件 例如 有些寶石 下面有些描述 我覺得蠻有趣的 可以去看看 因為都會寫得 有心思 搞笑 看看 除了收集完 除了收集物件外 另一件事就要強化你的大炮 因為只要用槍施打 就打不完 因為那些大炮很大 半個畫面很大 所以你需要 放出大炮 每一個星球 是歸零的 但之前存在的錢 會給你八成 扣了兩成 給你八成 所以 離開下一個星球 最好 儲存 有錢 有能源 有錢 我現在設置一隻大炮 這隻大炮 是單一的 一隻大炮 有儲勁大炮 有激光 有反彈 自己試試 好玩的 但也是個目標 最好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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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隻小炮 沒用 要強化小炮 威力 不斷 丟錢 丟錢 這些遊戲 雖然你要按 也有掛機 就是製作自動發射裝置 要多少萬 一億 千萬 十萬 百萬 千萬 不到 一少 一少 00 一千萬 我沒法清理 Och 還有其他飲品 有 可以給你 一個 當然 謝謝 謝謝 很酷 最大的 你需要的雞 bem 這機械是濕 可以用手去收拾 機械子龍會幫你收拾 按摩20個級別 這樣就會最強的 再加上還有太空傳送空道 就會給更多的錢 這個衛星就是 因為你身處在星球上 這個衛星在旁邊轉 衛星的能力越大 你的範圍越大 也可以有越多的衛星 一支炮仔不夠 就多做兩支 其實走前是做三支 這樣就變成這樣 四支炮仔和什麼衛星都糟糕 謝謝 謝謝 來 剩一罐 你可以用手自己收拾 不然它自己等一會 它就會收拾 這些遊戲一定有廣告看 看完廣告就會有流星裙 這樣就會有大量的流星 讓它探討 這樣就可以打得更多能源 好 就是這樣簡單 所以 最重要就是 坐多數都可以玩 不用Etern 貓送在機械上介紹遊戲 當然是 找一些不需要數據的遊戲 用來玩自己 我覺得挺無聊 但無聊的地方 玩些無聊遊戲 如果喜歡的話 我會覺得 平時沒有做法 打到的話 可以自己踢一下 好像娛樂無窮一樣 如果喜歡影片按鈕 如果想看我收睇的東西 貓叔繼續 玩遊戲 我要